战姆斯离开骑士加蒙湖人之后,这只多年来被大家热切关注着的球队,瞬间成为冷冷门球队,首先我们必须承认,巨星的实力不仅体现在赛场上,或许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,不过没了战姆斯,骑士还是要继续在NBA征战下去。 而目前对于智之球队来说,最大的看点,应该是泰伦卢如何执教没有詹姆斯的骑士,之前大家都嘲讽,这位少帅除了让詹姆斯打满或是几乎打满全场之外,再无其他战术可言。 那么现在的情况是怎样的呢?或许他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差。 在10月18日,骑士在街幕站上面,对自己的老对手猛龙,虽然最后116跟104输给了这只场面战季后赛中被自己压制的球队,但他轮卢在用人上也不发亮点,甚至说是闪光点。 在老扎离开之后,他重点使用了来自土耳其的小鲜肉奥斯曼,奥斯曼也不负众望。 在本场比赛中得到了17分时篮板的两双数据,随着曾经大包大篮什么事情都自己已经挑的男人离开了球队,反而让泰伦卢在战术设计和人员轮换上,有了更多的选择,有了更多的弹性。 另外一方面,其他的角色球员也能找到更好的定位,从昨天的比赛来看,其实和之前有了一个很大的不同,就是看到了什么叫做各司其职,而这一点在之前,几乎是很难在比赛中看到的,只有一黄四射而已。 奥斯曼顶上了小前锋首发,他也证明了自己有这个能耐,当图森回到了之前,自己来板世汉的状态里。 克拉克森继续在骑士饰演着自己,曾经在胡人所饰演的板邓西威波鲁角色,而球队的领袖,也直接从张姆兹过渡,到了队草乐福的身上。 最后,我们发现在本场比赛里,骑士的球员们,出手次数都不再是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,按照之前骑士的战略部署,骑士的套路就是第一节让乐福单打,然后剩余的时间里,张姆兹单打。 将球队里大部分的出手群集中在自己的手里,其他球员在底角以及牛角尾等着要求投三分。 但是现在不同了,首发球员当中,除了唐普森一贯出手上之外,其他首发以及作为第六人的克拉克森,在出手数上是相当均勇的,都是十几次。 或许张姆兹不在,对于骑士是纯重的倒机,但是也不见得,暗处离开不出心的花朵了。